肥美生魚片片片Q彈滑嫩 新鮮海膽現捕現吃 滋味先甜 或是萊尾炸飛魚 酥脆爽口 既然來到國境之南 與萊姑也不能少 厚壁湖海產店每到假日 人潮大爆滿 避免供盤子事件再發生 屏東縣政府舉行聯合機查 小保管走過一間又一間海產店 手裡記錄各樣缺失 總共機查七間店 竟然有五間活海產 完全沒有標十架 四間衛生不合格 被要求限期改善 實際走一趟後壁湖 有店家看到媒體 趕緊貼出十架價錢 不時回頭看 但大多數店家 已經寫清楚價錢 活海產十架標明基礎 客人變多了 但也有業者說不是不標價 而是每天活海鮮批發價 都不一樣 幾乎天天換價錢 覺得太麻煩 有的則是忘記換 避免爭議現場趁算價錢 客人接受材料理 然後歸零喔 不動的話可能就是比較沒有辦法去說 但是還是會跟客人講 活海產價錢波動 部分業者指標十架 草草帶過 但現在消費者意識抬頭 觀光也走精緻化 價錢標示不清不楚 不僅給人感覺 可能被坑壞印象 結帳時也容易發生消費糾紛 其實多用眼心寫清楚價位 真的一點也不難 記者張春華屏東報導